中国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自去年9月上线至今 成交量已超165吨 累计成交金额达390多亿元人民币 上海金交所国际板同样受到泰国投资机构及金商的认可 一些有实力的泰国黄金公司正积极申请上海金交所国际板会员 据统计泰国国内经济相对低迷 导致泰国黄金投资人数近年来逐年递增 避险投资情绪空前 中国上海金交所国际板的上线 让泰国投资者多了一个接通世界的投资渠道 以MTSGOT金行为代表的许多泰国黄金公司 已经计划入驻上海金交所 从英国和云南亿元人民币公司 在云南亿元人民币公司 而MTSGOT金行为代表的许多泰国投资人数 看来中国和印度等国对黄金的现货需求极其旺盛 理应形成亚洲交易时段的标准价格 亚洲市场的参与者们也迫切需要一个更加公开 透明的现货黄金定价体系 与此同时上海黄金国际板 还要吸引更多国际机构参与其中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李明 泰国曼谷报道